辽宁六个围景区,你去过几个? 1.沈阳植物园 沈阳植物园位于沈阳市东陵区,又名沈阳士博园 是2006年中国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会址 植物园占地2.5平方公里,与世界文化遗产 清太祖卢尔哈斯的清福林匹林而居 因地主沈阳东部植被茂密 风景秀丽的棋盘山中心地带 而被誉为森林中的士博园 园区以百合塔、凤凰广场、玫瑰园为标志性主题建筑 汇催了世界五大洲及国内终点城市的园林艺术和建筑精品 近百个风情展员如繁星般点缀在整个园区之中 散发出人文艺术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的独特魅力 是东北地区收集植物最多的综合性植物展员 2.老虎滩 老虎滩海洋公园位于大连市中山区 园区傍山一海占地面积达118万平方米 主要包括集地馆、珊瑚馆、辽宇宁、花乐剧场、海修馆、五大场馆 并拥有4000多米曲折的海岸线 既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世界 也是观赏大连海滨风光的圣地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观看一场由白鸡、海豚、海豹带来的表演 解读海树们的肢体语言 还可以在珊瑚馆中欣赏多彩的海底世界 或者乘坐全国最长的跨海空中所到到达鸟与林 感受将整个珊瑚造起来的巨大鸟类世界 此外园内还有海上观光游艇、四维影院、侏罗级激流探险、蹦极等游乐设施 是亲子六娃的绝佳选择 3.金石滩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位于大连市荆州区 辽东半岛东北端的黄海之滨 由东部半岛、西部半岛和两个半岛之间的开阔腹地和海水浴场组成 东部半岛融作了距今3亿年前的地质奇观 形成了被称为东方神力雕塑公园的海石洞、海石柱奇观 包含了玫瑰园、龙宫、南修院、熬滩四大景区 大鹏展翅、恐龙吞海等百余处景点 壮丽骑士景观遍布海岸 气势辉宏、栩栩如生 被誉为凝固了的动物世界 几步半岛、群山环绕、狩猎俱乐部、国际会议中心 蓝莓谷依山而建 是修身养性的休闲圣地 东西两个半岛由沙滩松软的黄金海岸相连 这里因设施齐备的浴场和优质的海水资源 成为了一年一度的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 国际冬游节的永久举办地 四、本溪水洞 水洞风景区位于本溪市城东 主要由水洞、温泉寺、汤沟、关门山、铁刹山及庙后山六个景区组成 沿太子河城代状分布 总面积达42平方公里 是一个数百万年前形成的大型冲水溶洞 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长地下暗河 素有九曲银河、人间独死一洞的美誉 洞内分水汗两洞 汗洞的尽头是一弯深不见底的碧潭 拥有1000多平方米的开阔水面 可以停靠40艘游船 水洞长达5800多米 洞内水流中连不断 水域沿洞体散开 石宽石峡 水深最深处7米 最浅处只有0.8米 洞中拥有形态各异的棕乳石、石笋、石柱等景观100多处 形成了地下暗河万云曲折 纵入棋风气势磅礴的独特景致 5.千山 千山风景迷胜区位于安山市千山区 南宁渤海、北街长白山 又称鸡翠山、千华山 应由近千座壮丝年花的棋风组成 故而得名千山 这里无风不齐、无时不翘、无思不古、无处不忧 一年四季景色宜人 最高峰海拔708米 自古有东北明珠、辽东第一山的美誉 宁岩寺是千山最古老的皇家寺院 今世宗之母郑义太后的修行之地 至今还保留有当时的郑观堂和折龙亭 沐浴石的传说中关东才子 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寻找的一块会唱歌的石头 就位于千山脚下的无量罐中 名神中朱义军一笔青蹄赤剑龙泉的龙泉寺 是千山最大的皇家寺院 罗汉洞上的吴根石 正是曹雪芹石头记笔下那块有凝气的玩石 喊泉位于龙泉寺附近的云潭湖中 它会根据游客呐喊时间的长短 音调的高低 风发出相应高度的喷泉水柱 水柱最高可达20多米 是来千山游览壁区的达卡体验之地 六、红海滩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位于盘景市大洼区 辽河入海口 狼道全长18公里 是中国最北的海岸线 仅需以举世罕见的红海滩为特色 以全球保存最完好 规模最大的湿地资源为依托 以世界最大的芦苇荡为背景 以数以弯机的水鸟 和一万无计的潜海滩图 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世界红色海岸线 享有中国最精彩的休闲狼道 和中国最浪漫的油气海岸线的美誉 烟红丝火的剪蓬草 和碧波浩苗的芦苇荡 一望无际的稻田 挥救了天海间的大地生态艺术 这里还是中国十大美丽湿地之一 更是湿地仙子 丹领鹤 海洋金银斑海豹等珍惜生物的家园 景区内不仅可以体验浪漫的爱情红海 动感的围海冒险 和欢乐的自行车漫游等项目 还可以观赏后鸟的迁徙 感受盘景油田的燃情岁月 这就是辽宁的六个围景区啦 我是莫莫 大家记得关注 那下一期我们再一起聊一聊 吉林的七个围景区 拜拜 拜拜